必須強調公民黨包括我在內 當然我們是不認同亦不接受 兩位議員所作的那個誓詞 內容我們都是完全不接受的 泛民包庇他們就是幫兇 導致議會是無法開成 無視法律 明明議事規則他們說得那麼尊重 為何你議事規則第一條說得明 你未宣誓就不可以進入會議廳 為何你還要用你們那些人場方式 用幾乎是近乎暴力的手法 拱著他們進入議會裏 讓他們坐在那裏 叫了那麼多次叫他們離場 完全是不遵守 當著主席沒有到這樣的議會 被他搞成這樣 將來還成何體統 怎麼運作 所以搞彎我們的議會 無法運作破壞我們所有機制 就是他們兩個再加上包庇他們 縱容他們的泛民 請問他自己兩個星期前一路以來做什麽 他在宣誓儀式到侮辱我們中國人 跟著又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還要厚臉皮到又要霸著立法會的位置 你是不是貪憤人工 還是你只是想貪著名字呢 《議事規則》第一條說得明 你沒有宣誓你就沒有資格進來參加會議 但你硬要用盡暴力手法人場地推你進去 那你就擺明要跟議會對著 擺明要癱瘓的議會 根本由頭到尾就是他們在破壞那個機制 等到司法覆核的判決 因為我們認為政府今次這個司法覆核裡面 理據也充分 那我就儘管在法庭到時判出來 如果他到時判出來是要他取消資格的 那他自己都要接受的 如果讓他們繼續堅持做這些事情 最後受損害的就是市民